韩式炒年糕又名辣炒年糕 是朝鲜半岛的传统美食 在古时候是只有君王才能吃到的佳肴 如果加上特制的面条 煮熟的鸡蛋方便面等材料 味道更加可口 它有很多种做法 不同的做法用到不同的原料 每一种都美味可口 营养丰富 促进消化 使用炒年糕可以增强抵抗力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 但三高人群 有皮肤搔痒 胃病的患者要少吃 甜甜辣辣的炒年糕 是韩国年轻人的最爱 比较特别的是 韩国年糕不用油炒 而是利用水煮方式 让年糕保稀酱汁 搭配脆脆的青菜 口感层次很丰富 它的传统制作方法是 准备主料 年糕断一碗 甜不辣或竹轮卷8个 开水240毫升 芝麻2小匙 配料是韩式辣椒酱4小匙 砂糖8小匙 洋葱1⁴克切丝 葱一根 切断 高丽菜一碗切成小方块 先将开水240毫升 调味料及年糕放入锅中 开火煮至水少掉1⁰后 放入甜不辣再拌炒 待水减少到一半时熄火 放入洋葱 葱及高丽菜 搅拌均匀 食用时撒上芝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